這裡就是鹽教堂的入口 把那時候採礦的樣子叼在 現在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拿著一件外套的 因為落到地底會很冷 這裡已經很冷,落到它更冷 就是採礦的隧道保持東西 這些是那時候的構圖 是沒有改變的 你看見那些鹽是真鹽 假設可以這樣… 真的要走 可以這樣試一試 然後越走越深 慢慢就是教堂的位置 為甚麼突然要在礦建教堂 是因為當時很多採礦的人 都是教徒,很虔誠 而因為採礦,有很多鹽就很有錢 有錢就可以蓋東西 他們就想,不如在礦建教堂 讓他們進去採礦的時候 可以祈求祝福,可以確保安全 過了隧道,氣氛立即莊嚴起來 到了宗教的部分 這裡一開始進到教堂之前 有條路,叫Way of the Cross 即是耶穌揹著十字架 然後被釘到死,整個過程 就是讓教徒這樣走一次 讓他們可以反省一下 還有想想這個故事,再祈禱 這是第一站,耶穌被判死刑 第二站,耶穌揹著十字架 準備開始走他的路 這就是第八站 羅馬數字八 是耶穌還在安慰當時的女人 因為當時他在路揹著十字架上山 有很多人圍觀 也有很多人替他很慘 這裡就是描述當時的情境 你看到地上是靈寫凹凸 象徵當時很多人 然後有些女人在旁邊哭的時候 說他安慰他的情境 當然十字架也是耶穌 第十站 就是說耶穌臨上十字架 即是被釘前 當時那些軍人嘲笑他 說自己是皇帝或是國王 但現在你看看,任我們如玉 就脫掉他的衣服 所以這裡看 你看到十字架其實是一個洞 就是象徵當時耶穌沒有衣服穿 空洞 然後地上平滑了 也是關係的,已經沒有衣服穿了 十四個站,由頭走到尾 就像慢慢帶你走進聖經世界一樣 無論你信不信耶穌 走這條道路的距離 都會感受到他設計的心思 這裡…如果坐三個字 靜靜地,人好像洗滴了 在麻煩你的帖子 在這裡有多兒子 我可以從中心 地裡不是有多兒子